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想李宗盛的關心 真的要感謝你 所以說話就太脆了 不可以幫你教室 我都很開心 看會心這種態度 更讓一堆主意 感謝大家 今天來參加我們店內的 今日店長活動 今天的店長就是 中熟期博士的三位 我跟阿孫 專廣合同第五台團臨 大家午後休息 大家好 今天邀請他們來 就是想要請他們 跟大家說看看 台灣前幾位女中醫師 莊淑琪博士 在她生孩子的時候 想要做退營調用身體 聽說成龍成鳳配方 就是莊博士有 三胞胎親自研辦 沒錯 阿周當時親手開立的 兩個轉大人本草漢方 後來轉變成藥膳雞湯 給我們每天喝 那時哥哥喝一碗 我跟妹妹一起喝一碗 那時候我跟姐姐 都覺得好偏心喔 為什麼哥哥自己喝一碗 長大後才知道 原來男生和女生的配方 是不一樣的 喔 中熟期博士 真是很用心 如果今天你們是第五代傳臨 我想要請問王金漢 你們這次有意義 會否對轉大人的產品 做什麼改良嗎 現在的小朋友 不喜歡喝苦苦的中藥 我針對阿周當時的 本草漢方 加上滴雞精 還有我們重要的 米精紅棗露 改良成現在的轉大人脆滴精 所以你們起來白骨很會喝的 尊控包裝外出攝帶也很方便喔 現在的調用身體 真的是越來越方便了 感謝你們三位今天的分享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 跟中廣合堂的養生理念 提供給大家知道 感謝你的支持喔 感謝 歡迎大家吃得到消防 吃得到消防 感謝 謝謝 蕙心 今天的活動很成功 對嗎 要來跟中廢人說 實際上我們的產品 真的很感謝你的 不用客氣 為了你還要擔了一百個人 還要想一百的想法 找到不一定 我們沒有問題 稍微 阿你是